各位,又跟大家在Youtube見面了 拍攝時間我都習慣晚上的 所以今晚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主題都是一些歷史片段的回顧 不過今次我會集中在一個小範圍 小範圍就是現在背景看到這幅相的位置 這裏就是荃灣,荃灣西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回顧呢? 因為荃灣西這個位置 其實在90年代中後期 這裏所見都是海來的 在背景雙圖看到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荃灣耀島 在90年代的時間 荃灣耀島都是在海邊的 然後因為要建西鐵,荃灣沒有位置 所以要做一個田海 這個田海的名字叫做荃灣西田海 那田章就看到現在這個海運線 主要理由是去找地 讓西鐵可以通過 和做到這個新的荃灣西車站 那我在1998年已經開始跟進這個工程 那當時是田海開始的 那之後才做鐵路 做車站那些事情 那我今晚說 就是由90年代後期 就是1998年的時候 我開始跟著1998年 然後到現在 中間有三四年時間 西鐵的建設期 我就跟得更加細節 之後斷斷續續 這個範圍都很多建設發展 那我也陸續跟進 這次這個股 就讓大家看看這20多年 這個區的一些變化 這個變化都很精彩一下 因為有一個熔熔爛爛的地盤 或者田沿沿海的新島地 變為現在這麼優質的一個 海濱地帶 這個值得大家看看 尤其是舊的東西看不回來 我就這裡顯示一下大家 做一個回顧 那大家不要見怪 我的眼睛經常都不是看著鏡頭 因為我的鏡頭 就擺在我的螢幕的上面 我喜歡用櫃地盤和螢幕去做事 那些影像大一點 我看清楚一點 所以我看螢幕就好像不是看著大家 那些影像大一點 那這個都不就話了 那我開始做我的分享 我慣常地呢 都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 來講解我的主題 那這個就是我的PowerPoint OK 我其實呢 早一年前左右 我就搞過一個活動 就是帶一些工程界的朋友 去荃灣西這個範圍 就是看一下 當時建設了之後的一個 荃灣西海濱的容貌 那借一些意 就是去現場的 就是看回現在的事情 但是以前是怎樣呢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 包括我們工程界的朋友 都不清楚 因為一來二十多年前的事 二來呢 做工程都不是個個涉及的 一個這方面的細節 所以我這輯PowerPoint 其實是大半年前已經準備了 那現在借它來講解 就非常之好了 那我都收藏了很多照片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拍的 不過這些就 我沒有可能拍到 因為它就很久之前 那所謂很久之前呢 又未知太久的 那就是1995年 那其實荃灣呢 大家都看到 其實荃灣是一個 都很老的舊區來的 在50年代中期 已經開始填海 做了所謂的荃灣紳士鎮 那之後呢 那海岸線呢 當時來到這個範圍島 是中安街 楊屋道那裡 已經是 當時的海邊 那在70年代 那麽上 又做了另外一次填海 那填了出來呢 就 做個余芯廣場 這塊地出來 我現在指著這個位置 就是余芯廣場 當時你只能看到一塊土地而已 那當時的海岸線呢 就有個碼頭的 這個是個碼頭 那當然呢 就是荃灣這個位置呢 都是有很多貨雲相關的設施 那你見有些 我們叫做貨物處理的設施 包括那些等船 那些柏位那些 那當時這裡是麗城花園呢 我指著那個麗城花園呢 都基本有三期的都落成了 那當時的荃灣呢 是一個工業區來的 那公共區呢 就集中在這個範圍 還有一部份 那什麼南風沙廠啊 那 都有其他兩代的工業大廈這裡 現在有些新的那些 就是後期一些做的 譬如說這個有線電視 或者指著這個位置 Under construction 那現在所見的這個位置 就是i-cable 有線大廈 其他這些位置 什麼荃灣中心啊 荃錦 這裡有些私人屋邨 那這個荃灣的舊照呢 就不特別多說了 那剛才說的也有一個碼頭呢 那碼頭背後呢 也有一個多層停車場 這些麗牌的設施 那後面是荃灣豆堂 那這個奇德福新村 是好像是房屋協會的 OK 那看看這個舊照recall的大家 那這個也很早期的 就是和這張 就是差一點點而已 這張95年 這張96年都是我拍的那張照片 就按另外一個大廈的天台 那麼 我四處都拍了很多照片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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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都看得到某一些現象 那 譬如這個位置呢 就如心廣場 那這個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多層停車場 前面有一點點呢 就是荃灣碼頭 那 荃灣其實有兩代的碼頭 以前有一個碼頭呢 那這個陽屋道附近的 那 那 以前去荃灣 即是說六零年代 就 交通 非常之一般的 六零年代的時間呢 都沒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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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遷移了 這個都某程度是一個歷史的舊照 再退後一點 因為這個階段要做西鐵 這個地先 這個範圍你隱約看到 某些填海都填了部分 然後這個舊碼頭 通常填海都有一個慣例 任何的設施都盡量不干擾它 譬如這裡有一個道雷碼頭 雖然去到90年代中後期 這個碼頭都沒有什麼正常的航班 因為沒有可能 沒有需要搭船來泉灣 但也可以當作半個工作碼頭 即是久不久都會用得著 所以在填海時間 這個位置都盡量保留 直至你看到這裡印象 隱約看到了 有一個新碼頭正在做的 新碼頭就簡單很多了 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碼頭 一般有時候有些小的遊船仔 有時候我們去海上一天遊 搭一些那些一百多人的座位的小道輪 可以用這些公眾碼頭的 荃灣都有一個公眾碼頭 所以舊的碼頭 全面可以做到一些道輪 已經沒有這麼的需要 這個碼頭可以做完 所以填下去 盡快填了這個位置 這個公眾碼頭 已經可以契用了 那就再填在這裡 拆碼頭填過去 待會我會有些細節一點的照片 當時我拍的 給大家看到填海某些的工作 這些照片 即是高空照 Aero Photo 高空照對我來說 有一種就是用大廈的天台拍下去 我很多時候都盡量找這些地方 找一些大廈的天台 有時候有些人上去 或者我跟管理處說一下 加上我 一樣都在大學做事 我坦誠一些 跟管理處說 上天台拍一些照 做一些我的study 超過一半的照片 都容許我上去 我都盡量找這些地方去拍一些照片 做一個紀錄 這裏開始看到全灣西鐵的施工情況 譬如這裏你看到有個痕跡 一條大坑 一條畫一個大坑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在做西鐵 西鐵在這裏 一直向這一邊用一部隧道機轉畫 做隧道 我沒有機會細心說 全灣西在這個範圍 全部都是地底的 就是要用隧道 去到錦田那邊 地面高架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西鐵去到元朗那邊開始 錦上路的站開始高架 這些位置都是在工作位置 方便那些隧道轉畫機 可以思路工作 做到事 這裏我不多講這個範圍 那接著才做出來 那條地鐵地底隧道做出來 那這個範圍 我現在指著這個範圍 就是這裏倒 這車站很大 因為西鐵是舊卡車 如果鐵路越長 就越是工程大 車站做大很多 尤其是地下車站 那怎樣也好 這個位置包括我這些解釋 大家可以明白多一些發展 一些背後的困難 那這張照片我拍了 我就在附近那裏有個大廈 那個大廈好像叫做 一時不記得叫什麼 海景花園 那天台拍照的 拍過來 那你看到時間和感覺差不多 那那個碼頭呢 還在那裏 用緊的 當然不是有 日日的正常航班 那這些位置都還沒有填完 那尤其填完之後呢 這個範圍做了一個 新的公眾碼頭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或者是這個位置 那這張照片的時間都很接近的 那這張照片那麼多 因為這個碼頭都未成形 那填海其實很複雜的 那這裏我都不想用那麼多時間 專門講填海這方面的技術 那些地方有什麼事呢 原來那些排水 因為舊的海岸線呢 那市區裏面很多那些排水 那些排水就是雨水渠 或者排洪渠 污水不會排出海的 那你填了海 那你當著那些水掉出 那填海的時間呢 通常其中一個困難呢 就是做這些 伸延那個排洪渠出來 那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不可以截了那些洪水 那些大雨的水很多 那你要同一時間 要將它分流 那搞到很多安排上的功夫要做 那這裏我又不細節說下去了 那這張照片又厚一點那麼多 那這個碼頭呢 準備拆 就你見搭了這些綠色的那些棚 有些紅白藍啊 不過這裏用綠色的膠布 因為拆樓要封住它 不要讓那些塵飛出來 那這個又看到填海的一些進展 那這張照片 跟順個時間 那你見到呢 沒有了碼頭 那沒有了碼頭 為什麼呢 是一個新的公眾碼頭 這個就是新公眾碼頭 那這些公眾碼頭還可以用的 那這裏呢 可以有條路出去 這裏永順街 我印象中叫永順街 在這裏呢 那一邊繞回去 那幾個私人住宅那裏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又可以用的了 但是規模已經縮少了 只是一個普通的公眾碼頭 那其他那些填海繼續進行 那這裏呢 又推遲了一些了 填海的東西做完了 那開始就見到一條坑的 裏呢 這裏東西就是那些 那裏內裏呢 一路去到尾這邊 去到尾這一邊呢 然後再這裏呢 之後就去到錦田那邊 引藥看到大帽山 余芯廣場開始興建 你看到余芯廣場上來了 看回前面 這裏余芯廣場其實都正在做 不過未有東西上來見到 這些歷史片段都很難得的 因為我想像不到還有哪一個人 或者包括機構 有這些照片成為一套紀錄 再另外一些角度去看 就我向後面的工廠大廈 這裡有一些工廠大廈 這個位置的名字很低 叫柴灣角 這個名字是這樣叫的 在天堂上拍下來就看到這張照片 時間差不多 如果在這個範圍 你看到地底的隧道一直走過來 而這個位置好像比較寬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全西地鐵站 這個填海基本完成 至少要某些設施 基本完成 比如包括一條車路 這條行車路要通回去 勵城那邊 已經是在用這條道路 這張照片就是 這張照片就是 車站的範圍 這個範圍就不是地底的隧道 這個就是隧道 比較窄 車站的範圍會比較寬 挖得很深 這個我拍的 我爬上天堂那邊拍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都還是年輕 四十多歲的時候 你說我很白艷就可以 說我很認真過龍就可以 那時候我爬上天堂 有時一大半這樣 這樣才有個高位拍下來 又成為一個歷史照片 另外一個角度 移動著我拍 因為有時時間不同 這個接近中午的時間 陽光 還有有時相機都很有趣 有時相機 菲林不同 曝光不同 色彩都不同 這也是我認真的 又是做多一點 地鐵站的所謂常蓋 現在都開始成功了 那荃灣西地鐵站 也都有上個物業發展的 因為地鐵就很簡單 它不用拿政府錢的 拿政府地就好了 而且還好得拿錢 建築費 政府不用付 你付塊地 你買了物業 收幾倍建築費用 那當時 這個西鐵是九港鐵路 因為那時候九港鐵路和地鐵都未合併 所以當時全灣 整個西鐵是九港鐵路的工程 那是九港鐵路 從不同的角度再看 全灣西的範圍 這兩個有某程度的比較 很多是在何叛花園的天代應外 剛才說的那些排水就是這裡 這些排水 不止一層 這裡還有另外一層的排紅渠道 例如這裡就是 這裡為什麼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裡有一個地底 有一個排紅渠 排紅渠很大 好像行車隧道一樣大 去到做一些分流 又要拆 舊的要拆回去 新的要拼回去 工程量很複雜 這個位置就去到柴灣角 這個範圍叫柴灣角 這裡還有幾座工藏大廈 現在還在這裡 這裡後面是麗城花園 有三旗的 這個位置隱約看到 去到尾邊這裡 就是屯門公路 在這裡捐下去之後 就進隧道 西鐵進隧道 那裡隧道也叫做大欄隧道 是屬於鐵路的大欄隧道 另外三木幹線 也有一個行車的大欄隧道 那怎樣也好 這個給個場面一起來 都是荃灣 不過去到荃灣的 這個北面一點的 這個柴灣角的範圍 那這張照片就是 基本落成了 鐵路都 還未開通 因為鐵路在2003年 西鐵在2003年 年尾 過幾天之後 就是2004年 這樣都趕到 叫做2003年通車 那你見到余心廣場 又開始做高一點 那余心廣場呢 都做了很久的 剛才你看到 1998年呢 已經在開工 到現在這裡已經是4年後 好像都起得不太多 有一點故事講講 因為余心廣場呢 當時呢 想起到再高一點 想起到110層的 他當時去試圖 打破香港的紀錄 因為當時只有IFC 國際金融中心 中環 那裡就88層高而已 那余心廣場 就是小甜甜 那想說打破這個紀錄 那再做高一點 那但是呢 就有出現問題 因為呢 這個位呢 原來是飛機航道來的 就它起得那麼高 那航空高度限制呢 是超過了 那政府的東西都很理真的 譬如你超過 1m都可以超過 那跟那個航空法例 有一套高限制 即是高度限制 哪個範圍的高度 最多到多少呢 有一套很詳細的資料 那荃灣這個範圍呢 如果大家有些經驗 有時飛機降落 飛機降落看風向 那有時風向需要的話呢 它由將軍澳港的方向 一路飛進來 那經過大帽山 又經過大埔 跟著大帽山 跟著呢 向荃灣這個位 那個上空呢 是一路再向 刷入各方向 那邊走那些 又見到清雲大橋 就是要乘飛機 有時留意啊 有機會坐窗口呢 你要見那些情況 那但是 龔如心呢 又很禮真 試圖和政府做一些 叫做 法復核 覆核 但是不成功 但是覆核的時間 就停下了 那最後都沒有辦法 改跡了 改低了那麼多 最少剛剛低過這個 航空高度限制 所以 好像建築 時間好像很久 那樣 因為中間 有年紀兩年的時間 差不多都停了 就是等這個 法律 這個 法律 這個 司法覆核的問題 那這些地方呢 都屬於舊鐵的 就是 尤其是做了港鐵 就是合併之後 有港鐵 那現在這些地方 全部都 有一些新的建設的了 那等一下都會和大家看看這裏 那這裏就 未通車的 這裏底下就是那個鐵路 那這裏後期 即是內部裝修著 車站叫做原樂工 但是內部裝修啊 路軌啊 列車的試行啊 有一年出的工作已做 但是都後期了 再多大半年呢 西地都通車了 但是這個又看到那個 就是這個 新的土地的一些變化了 那現在呢 由這裏開始 一路來到這裏 那麽上下 都已經是 不是 來到這裏到的 來到這裏到 那這裏過後呢 現在這塊土地都是吉的 有什麽用途都不敢說 這裏 就是曾經做那些工場 譬如說你做一些大型的基建 跟著一個大的地盤 叫做 那很多一些 就是工作位 那現在這裏 我做半年前去過呢 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 擺空了的土地 就是 那個規劃是怎樣 我就沒有跟進了 以後會不會做一個陸法地帶的 都有些建設 這個我沒有跟進了 不同角度我都拍的 因為那個時間呢 我都繼續跟著西鐵的功夫 有時候跟著都沒有特別的 包括拍一批照 在不同的角度 看到一些工作的變化 然後真的工程的跟進呢 這個階段都沒有太多 因為做一些內部裝修 那些都不算是很 significance 那些關鍵的東西 我通常都會看一些 土木工程相關的 關鍵的工作 有些平面圖做些解釋 這個位置呢 現在都沒有做了 已經拆光了 那這裏的地鐵站 當時呢 只有地鐵站 還有好車的上蓋 其實上蓋裡面 如果大家熟悉這區 走進去 都是一個連綿不絕的商場 那全灣都很厲害的 就是全灣地鐵站 第一支 在陸陽新村裡面 那這個全灣西站 那大家相距呢 一公里左右 我估計是一公里的距離 那如果 或者接近一公里 如果由全灣地鐵站 走到全灣西地鐵站呢 基本上現在都不用落地面 就可以了 就像他們說打風落雨 你都照可以走 你都不會濕身 因為全部經過那些行人天橋 那這裏隱約看到那些行人天橋 那那行天橋呢 就帶來這裏呢 這裏就是全新天地 那這裏我都會給大家看的 以前這裏有些舊的街道 全部都拆光了 那這裏就是陽屋道 陽屋道街市 會隱約看到了 那所以那天橋 行天橋呢 來到這裏之後呢 由全灣地鐵站來這裏 那這邊走進去全新天地 那多數走這邊都要旺些 那全新天橋一路走過來之後呢 又經過那些天橋 那些天橋 那兩組天橋 那進入余心廣場 那余心廣場又不算是一個大的商場 但是足夠的空間呢 很需要這樣走過 那在余心廣場出回來呢 又經過有幾組行人天橋 那些改座的舊的行人天橋 好像現在都轉了一些新的天橋 就進入去這個全城匯 一個地鐵物業發展 那樣 然後都不需要落地下了 那裏有些天橋呢 過回來這個地鐵站的上蓋的部分 那這裏是 那就是 未夠十年前 那當時我都走過上這個大雅天台呢 繼續拍一些照片 因為當時我有個朋友的公司 就是協定建築 那這裏又在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我都去這個地環 有限度看過一兩次而已 那沒有什麼詳細跟進 那現在這個範圍呢 就 一來又是一個私人的物業 那這些物業不用多說 做很多豪宅 那叫做 柏奧灣 那些名字為什麼來 我都不知道 那然後這個地鐵站上蓋的這個範圍呢 叫做 海之暖 現在的名字是漂亮不得了的 那這個範圍呢 叫做 全城匯 這個隱約還看到一個工地 就是在2015年的時間呢 還是剛剛開始開工的 那三年後到呢 2018年左右 或者2019年就開始入房 那 還有這個位置也比較有趣一點的 因為政府呢 那時候批地呢 有些負貸條件 那負貸條件呢 它可能 就是 咬累到當時這個區呢 需要某些設施 包括那個荃灣 那些公眾設施 那所以 那這裏那個 發展條款呢 就是需要 你做這個development 要臨尾提供一個叫做 就是 sport center 這個 運動中心 那 那當然這些規劃如何 那細節呢 我都沒有特別跟進了 就是香港有這裏好的 有時候透過 就是不同的規劃呢 政府可以掌控到 就是一些土地資源 包括 要發展商呢 就是附加一些設施 可以交給政府 那當然這些都沒有四座人 發展商計劃數 更有 著數 那才跟你搞這些事情 那 那 其實同一日的 我也是上了天台 那這個 那這個就 向低望 那 那最後呢 我也都 拉遠一點 zoom up 看回海之戀 這個範圍 這些建設 那 這個是 那 那 那些 那些我沒有跟的 就是 有時候有些我只能進去的地盤 就是跟幾年 看著那個建設發展 但是 以建築物來講呢 就通常我都 就是不太方便跟 有時候那些朋友都 都不方便給我供進去 那麼有空就拍張照 那麼 那我也順利自然 那些基建是容易一點的 基建的範圍很大 很容易摸熟了這些範圍 那進去 就是跟進這些工程呢 對外國沒有什麼困難 而且很多時候我都有一些朋友 在不同的工程裡面做事的 那 都叫做有一張中原地圖 看回那些名稱 有時候那些名稱 都不知道什麼打什麼 那 剛才看到全城會 如心廣場 那這個叫萬景峰 上面那些住宅來的 那下面就叫做全新天地 一個 就是幾大的商場 因為全灣 這些是舊區來的 全灣以前50年代 已經發展開來的了 就 變得全灣呢 其實都有些商業設施的 譬如說那個 新村 啊 傳風中心啊 有些 就是 上一個 generation的商場 那 但是隨著不同的發展 那 尤其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變成一個比較 新一代的新區 那 令到全灣呢 就是有些 就是新的氣息 那 那我都很喜歡走一下全灣 因為 就是 其間的變化呢 舊的全灣 新的全灣 那 加上我都很方便 那些行人天橋 這樣貫通了 那 有機會我再講一下全灣的 現代其他的發展 那 那放大一點 我還要看一下那些名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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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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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城匯 余森廣場 慢景峰 或者等於全新天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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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段也不是很多時行這些區域 但是最近這兩年呢 就是 看到都 整體發展都很成熟了 如果不去看一下 就奧了Day 那 我都進去這些位置 細心地走過一兩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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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建設 商場也好 或者其他文化發展也好 其一 另外我一個很欣賞的地方 也都是對公眾有一個貢獻 那些私人住宅很難說什麼貢獻 你買東西才說 我們都入不到的 是一個私人的地方 但是一些公眾的區域 譬如海濱 現在香港有一個政策 基本上所有市區 現在全民都是市區的海濱 就是海濱都會盡量造成一個公眾的優質空間 那無他的 做一些舒服的 漂亮一點的 擺一些建設 擺一些綠化 空間足夠一些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那荃灣西的範圍呢 以後都永遠都不會再有田內 可以重新發展成一個很漂亮的公眾本格 那這個呢 都不算發展得很成熟 因為當時呢 這些範圍呢 都還在建設中 剛才說的奧景 拍奧灣 我忘記了什麼 外資亂 你看這個2015年的時間還是興建之中 那興建之中呢 就很難想長久治的 基本上定了營了 最後做一個投資 搞好一些地方 那以後就不會再移動這些地方的了 就是維修的呢 不要說了 那這裏當時 我去到海濱花月那邊 那邊呢 都有的 就是淡了想一個優質的空間 那但是附近的居民走下來盛一下糧 放舊啊 都未上不得的 那但是現在漂亮很多了 因為全身再撿一撿它 那這個是早大半年前 我當時拍的 那上面行人通道 沒辦法說 那些一般我們叫做海濱步行經 或者海濱公眾空間 那現在有新趨勢 就是一個潮流都流行這些 就是以前就很謹慎的 那些海邊全部以西為難 那店都不給你有機會接觸到近海的那些範圍 因為這樣就危險了 那些人去外國就不是這麼說的 那根本海邊那樣的欄杆都沒有的 那如果那些人跌下去怎麼辦 跌下去你不小心而已 那一收仔怎麼辦 那收仔不是你父母負責 而且意外其實那個統計數字都很少的 那就是那個態度問題 就是外國看得很輕鬆的 就現在香港都有一個趨勢 就是發覺到很多日上香港那邊 現在香港有一個海濱公園 就是差不多由北角 一直到基尼比城 那都基本上都完成了 因為香港沿著的海濱 因為港到北岸已經沒有什麼大型的工程 會再做下去了 那那些臨尾撿起來之後 差不多以後呢 就是港到北岸都不會再有大型建設 那所以將那個海濱 就是對著維港那樣珍貴的海濱 就復原回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香港那邊 譬如洞灣 灣仔 或者甚至去到西營盤那邊 對出的海濱都面目一身 那還有呢 開始都不要這些欄杆 如果那些人跌下去就去管 那你自己都不小心 或者那些小孩子都不跟緊一點 跌下去都不怪政府 而且這個都是世界趨勢 就是讓市民呢 有個真正的對這個海岸 有些接觸 這個不說了 這些概念是世界潮流來的 你過份緊張是我們太潔癖的 有些照片就將這一兩年 我都去過一兩次 拍了少許照片 我都不太拍得太多 因為你不在高位 很難拍到一個全貌 但是都足夠可以看到 海濱都很優質 走起來很舒服 那這就是我講的工作碼頭 有時候工作碼頭都有些融圖 譬如我說要遊船河 有五十人租了一架船 出去西貢那邊 又在船上吃東西 或者游泳也肯定 船上跳下去 這些我以前都玩過這些 現在很少 現在年紀大了 都很少這樣玩這些出海 或者這樣的活動 最主要看到的格局 這個海濱呢 從香港來說 屬於都幾優質的了 香港其實海濱都很多 如果細心大家有耐性 有時間去走 港島的路由沙基灣開始 一路差不多去到 堅尼地城那邊 差不多都行得到的 而且那個所謂的海濱公眾空間 都過得去的 或者我以後整個Youtube 就講講香港的海濱 有幾個照片給大家看看 一個優質的空間 有時候包括那些綠化都很重要 綠化或者一些landstrip area 就是少少圓景 又不用圓住整條海濱都做 某個位空間多些 好像這裡做了一個landstrip area 那之後呢 我再用多十多張照片 講一下當時的場面 就是close up的看到 那我也不講太多了 那這張照片呢 就近一點看到當時的公造碼頭 不止公造碼頭 那這張照片 就是在九零年代 還有一些由荃灣去中環的稻輪 可能一個小時後一班 或者一個小時後兩班都頂了 那最後都適微了 那下面的照片已經拆了 那就是強調各個的排水 排雄 排雄渠的施工某些東西 那這裏是造碼頭 那這裏的建築 那這裏建築是填海未填完 那剛才都說過了 這個工藥碼頭盡快去做下去 那然後才拆那個舊碼頭 那這個新的碼頭已經做了 那你見那些車可以進來了 那另外一個角度呢 就去看看造碼頭那些設施 那這裏是排雄渠的 排雄渠 這裏呢 也有一兩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那個嚴重性 那條排雄渠呢 在造一條新排雄渠 接舊那條排雄渠 那爛腰過 那地鐵那邊呢 由這裏底下隱約看到了 那地鐵 那地鐵 這個牆底 這個彭牆面 那你可想知道 就是大家交匯的時間呢 就是安排的施工有多複雜 一段一段地去做 那這個細節 就是在這裏沒有時間講了 那填海的 填海的外邊 我們叫做Sea Wall 那Sea Wall 就是你執訊那個邊 那個位置叫Sea Wall 那填海的Sea Wall最重要 你做完那個Sea Wall 你才容易填到要什麼來這樣 衝出去 那Sea Wall 現在香港做填海 很多時候都用一些魚製件 你看到魚製件 用船拖到這裏 就沉不下海藏 變得封了那個填海的邊緣為之 那這個位置叫Sea Wall 那這裏還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其實這裏有一個叫Sea Water Intake 全香港現在的衝刺水都用鹹水的 或者有部分的大廈呢 就是沿著這裏有些大廈 包括有些商業大廈 那商業大廈一定有一套大型的冷氣 冷氣需要冷協 那沿著海邊那些大廈 如果有冷氣呢 有些大型的商業大廈 就全部用海水做冷協 那所以呢 就是在香港 包括在市區裡面 包括尖沙咀 中環 銅鑼灣 都有這些所謂Sea Water Intake 就是那個泵水站 將海水泵進去做沖刺龍又有 而做這個冷協又有 那這個建築物就是屬於政府的 應該是水務處的 負責這些東西 那你封了 田外封了 所以又要做一些新的管道 駁出來可以抽到海水 那這個是早期 這個是2003年 或者2004年那時候 剛剛通過車幕的內容 我又再拍了一批照 那如心廣場呢 那時候就全面開始施工了 因為司法覆過之後 就是華茂那邊 大數 大數不能想的了 那就是被迫 降低一點就要起了 那又拍了幾張照 當時這麼簡單的海賓 就是有個空間 但是沒有設施什麼 那這裡有些舊照都有作用的 就是看回余心廣場 興建過程的一些東西 還有還有一個旁邊 余心廣場的旁邊有些位置都拍到 看到 譬如這裡呢 這個位置就是余心廣場 那這裡還在保留了 這堆建築都在 就有些天橋博通了 那我一次都走到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很舒服 那些天橋全部都不用落地也行 那這個就 剛才說的多層停車場 都拆了 那余心廣場呢 就還是一個吉地 或者是空置的土地 不過是開運工 還有一些地基 那這就是 那我就上了余心廣場上面 十幾樓左右 當時起到十幾樓 就差不多停了 停在那裡 等覆核 那這裡可以看到 未拆的時候的多層停車場 那麼 舊碼頭就拆了 那這個位置呢 是地鐵站 那雖然有一條坑 那這條坑很多 其實是車站 那這兩邊呢 才是地底的地鐵隧道 余心廣場都有高低座 那往高座拍過去 那都是這樣 那基本上下呢 那這裡多層另一場未拆 那麼 那荃灣要看到 那田海都基本完成了 那不同角度給大家看 那是當時荃灣的情況 那這裡重要了 那這個位置呢 是全新天地的 那當時這裡呢 這個範圍呢 有七條舊街 叫荃灣七街 那麼 楊屋道這個 這個 在這個位置呢 剛剛應不到 都走上楊屋道 那那那道街市 那個範圍呢 就沒有拆到 那這裡有七條街的名字 那一拆到七條街的範圍 那一拆到七條街的範圍 所以那個空間都很大 那做了現在的全新天地 那這裡都看到了 那之後拍照沒多久之後就拆了 那開始起高那些那麼多了 那你見到好像拆了 那這個位置就是現在的全新天地 那一路就是 就是司法科學完了之後 那沒得想了 那繼續向上一路完成這個 這個建築 那建築那個結構的特點 我都不說了 因為這麼高了 這麼高的建築物呢 就是用的方法都不是太傳統的 但是都不是複雜不得了的 就是用多了這些大型的鋼結構 那這裡就是全新天地 或者叫楊屋道那個七條街 七條舊街 這個就是楊屋道街市 這條就叫做 好像這條叫楊屋道 打橫的那裡 那都是楊屋 這裡 這裡是楊 就是全新天地 那這裡 那這裡 自住這邊就是 如心廣場 好了 我這次講的東西 大致上下了 那其實有時候我想用 就是 三四十分鐘講完 但是有時候都不是忍不忍到手 而是很多資料值得講一講的 那這次這一輯可能都用超過個小時 都沒有錯了 就是一個紀錄來的 就是YouTube公開 公開之後呢 就是一般市民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看到 那這類的資料呢 我想像不到 都從我的經驗呢 不見有人做我這類的YouTube 就是將一個 雖然一個小範圍 那麼仔細的一些過程經歷呢 可以介紹到呢 我認為是有它的價值的 好 那今晚都大致上下了 那下一輯再跟大家見面了 再見